年接62岁的香港武打巨星成龙 最近推出了新片《绝地逃亡》 强打《成龙不老》和《动作喜剧》两张王牌 电影在中国才上映4天 就收回了人民币4亿元票房 可见江真的是越老越辣 中国今年电影暑期当比往年萧条 尽管大盘冷清 但是大片票房依然卖座 由成龙和范冰冰两名大牌主演的《动作喜剧》 《绝地逃亡》高调入场 尽管上映日是冷清的星期四 但一开映就轻易收获过亿票房 接下来同样走势看窍 首周上映4天就有4亿元入口袋 当周六成的票房都是由成龙贡献 可见大哥独特的喜剧原意魅力不减 它很多原来年轻的时候保持着特点 一直都延续下来了 就比较诽谐 比较幽默 这方面还一直都做得蛮好的 还有些台词什么no做 no die 就是加入网络流星语 这部电影它还是蛮突破的 就是我是从头笑到尾的 还是挺解压的 尽管戏中动作画面 成龙都坚持尽量亲自上阵 竟业乐业 不过拍摄部分危险场景时 成龙坦年事真心喊救命 可见岁月催人老 部分营连也感到揪心 认为制作公司力图打造 不老成龙的形象 但是各方面都得接受 成龙已老的事实 竟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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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ある 总 很 英